《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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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念拳的时候 一般面朝南方 在《仙天八卦》里面 南方为前卦 是万物之始 是一个开始的第一卦 所以说让我们要面向南方 就是吸取这种仙天之气 当心念动的时候 想想鼻息腊 为什么要想鼻息腊呢 就是因为你的鼻子 它要形成的第一个骨头 就是从你的鼻骨开始 所以说为什么 古人说鼻祖鼻祖 开始的这一洞 要天地相合 想想你的鼻息腊 和你的大目脚脚趾 指甲盖后面有一个穴位 叫大墩穴 开始想想你的鼻息腊 要找找大墩穴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第一洞 让鼻祖找找大墩穴 这就是天地相合 要合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要闭上眼睛的 开始阶段 写完之后 心念一动 然后鼻尖一找 大家看一下 哎 那么就开始往前 前倾的 有一个前倾的动作 要前倾的 但是你不能倒 你往前倾的时候 你会倒掉的 当轻轻一闪的时候 一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眼睛一睁开 往东南的迅方 东南方 往那里一看 一看之后 就好像 你这个神啊 在远处一看一打 然后呢 神再返回来 返回来又往后走了 这就是东南方 在周易里 已经这个八卦中 为地户 然后呢 再往西北方一倒 叫天门 天门地户 要再合一下 对吧 也不能往前方倒 那怎么办 你不能说 不能倒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啊 想一想 我们的手掌 手掌呢 想这个小指 小指 要向你的 这个 脚后边 有个十公分左右 十五公分左右 一掌左右 也就是在你的这个 西北方 西北方位 也就是在你的右后方 用小指轻轻地 一点地 轻轻地一点 小指一点 注意是小指点地 它是个意义的动作 有这个意义就可以 小指轻轻一点地 给它来个支架 撑住了 同时呢 在点的同时 这个腿开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点地再开腿 不能倒了 是吧 只是这个意义 不是让你真 真的点地去 真点地 你这点不着嘛 对吧 不是让你真点地 一点地轻轻一点 一点地同时 在开腿 在开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小拇指在点 只是有意义 是你的小拇指在点地 一点地同时开腿 那么开腿的时候呢 是你的这个 这个左脚的大拇指点点地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的右手的小拇指 要和左脚的大拇指同时点地 大家看一下 也同时呢 也就是出现了这个开腿的这个动作 那么你开腿 这个开的这个距离多少呢 正常的情况下 和肩同宽或者 至少要和肩同宽 不要开的太宽了 对吧 这样也不舒服了 整个呢 保持这种和肩同宽大概 这样一个距离 舒适的距离 好 现在这个姿势就是 这个小拇指是在点到西北方 点地 大脚指点地 这个小拇指的点地是虚点 这个大拇指的点地是实点 这就是虚实分开了 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 比如说伸腿抬手 都不是你在想伸腿去 而是有另外的心 你的心意 来推动它 或者另外的动作把它推出来 然后再缓缓地想一想 这个无名之点地 中之点地 十指点地 这个大指点地 然后手掌轻轻地按在地上 手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手掌轻轻地点地 然后缓缓地放松 五个手指头 同时点地 同时呢 左脚的大拇指 左脚的二指 脚指 左脚的三指 左脚的无名指 左脚的小指 然后左脚的脚掌 左脚的脚跟缓缓落地 同时这边是 右手的小指 右手的无名指 中指 食指 和大拇指 它两个就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大家看一下 只要是这种 有这个伸腿点地的动作 它两个都要相合一下 比如说我这样点地 有些动作 也是一样 这个手指的小指点一下地 无名指点地 中指点地 私指点地 大拇指点地 手掌按地 按在地上 贴在地上 不是按在地上 手掌感觉要有意义 轻轻地贴下来的感觉 所以说这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 从大拇指点地开始 都是这样子 好 这样子 缓缓地落下来 这样就开了 开了第一步了 这就是第一洞 开步之后 开完步 我们无视太极拳有一个特点 这两个脚 都是叫顺子步 很多时候都是顺着的 尽量要保持顺 为啥 因为我们脚 有时候好多人都是这样子 八字脚撇出来 有些拳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你感受一下就是 你这样撇着这个脚 你就感觉这个丹田之气 它不锯 不忘了内锯 但是你如果让这个脚尖呢 脚尖有一个有意识的 或者有一个意识 知道吗 这样一内扣 实际上你内扣的 轻轻地一内扣 也就形成了一种顺子脚 就是顺子步 也就是说两个脚掌是平行的 这样一内扣 那么这个丹田之气 它就合在这儿了 这个两个脚掌 两个脚掌 平常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是吧 两个脚掌 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一内扣一合 就把你的丹田气就锁在这里了 让丹田之气不屑 因为好多人说平常都是这种 这个脚步都是这个样子 拔子步 所以说呢 让它顺子步 甚至说我们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也是要有意识地让这个脚掌的内侧 脚尖稍微内扣一点点 用脚掌的内侧着地 可以体验一下 让脚掌的内侧着地 走路的时候 这样呢 这个丹田之气不散 不屑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要 取这个手臂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中 这个意念该怎么样动呢 怎么样来取这个手臂呢 我这个吴时泰拳王培生先生 他就讲一个方法 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中指 稍微的 有一个意念 内扣一下 中指你找这个内观穴 中指找内观穴 一找 一找内观穴 那么呢 就形成了一个手腕 向外 手腕 你看一找内观穴 手腕就向外 一个盆的这个劲 这就是手腕往前盆 始终来找这个盆穴 你看一下 这个手掌 找这个内观穴 一找找找找 手腕就逐渐向上盆 向上盆 这样慢慢把它找起来 但是不是在那里使劲地找 而是有一个意 我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要轻轻地 有意义在那里 轻轻地 垂下来之后 我实际上是把这个手掌 第一步呢 我再讲得细一点 现在手掌整个是放松下垂的 手掌是这样的侧面了的 先想想 合骨穴的这两块肌肉 一放松 整个手掌 以这个大拇指为轴 一放松的同时 轻轻地往前一转 一转 都是意义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无名这个中指 找一找这个内观穴 中指一找 它就形成了一个棚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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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找 找的同时 这个手臂就抬起来了 那么抬的同时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抬的同时啊 实际上你的身体啊 是往前慢慢地往下坐 往下坐 也就是说 这叫上下相随 这就是太极拳的嘛 上下相随 你这个手臂在上 但是你的身体是在下 轻轻地 好 这样来看一下 比较清楚 颌骨穴的两块肌肉 稍微一放松 放松一下颌骨穴 旁边的这两块肌肉 放松一下 然后呢 以大拇指为轴 轻轻地转一下 转到这个手臂 手臂朝向前方 一转 转的同时 想一想 用这个中指来找一下 内关穴 一找 这个手臂就慢慢起来 一找手臂就起来了 起来的同时 这个身体就缓缓地坐一下 向下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你起的同时 你要体会 往前这种身的力量 和往下坐的力量 它形成了一种平衡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膨 膨起来的这种平衡 你不能这样的注意 身体有些习惯 有些人开始的阶段 在身体是这样子养起来了 不行的 胎育拳的要保持立身中正 每一个动作 身体啊 都是 脊柱都是垂直的 都是正的 这个手臂抬下来之后 胎育拳的每一个手臂 不要 不要全部伸直 不要全部伸直 一定要稍微有一点放松的 你要全部伸直 手臂全部伸直 你伸得很直 那么伸得很直的状态下 你的肌肉就是紧张的 就达不到这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很多时候手臂啊 稍微略微有一点弯曲 整个的是以放松的状态为主 为什么要讲究松啊 时时刻刻要讲究松 第二点呢 这个我们做的幅度也没必要太大 你这个膝盖不要超过脚肌了 膝盖不要超过脚肌了 轻轻地有一个弧度就可以了 对吧 保持水平 当你这个手臂慢慢抬起来的时候 保持水平之后啊 你这个意念 意念停在你的 这个掌心 这个掌 手掌心 意念在掌心的时候 那么这个手臂也就会停住的 在这个动作中 我会强调每一个意念 强调每一处的意念 你这个时候意念在掌心 就像意念把它拖住一样 你拖在这里了 那么手臂也就停在这里了 对吧 这也是一个桩 你开始意念 你就这样保持静态不动 所以这个桩要挤住 要垂直 膝盖微微的弯曲 膝盖微微弯曲 这个地方就好像有个椅子在坐 坐在那里一样 膝盖微微弯曲 不要弯曲太大 第三点呢 要注意这个双脚的 这两个脚是平行的 和肩同宽 对吧 然后意念放在这个手掌上 把它拖在 拖住你的手臂 拖住你的手掌 有个支撑点在这里 要支撑出来 你这样的话 你不就感觉到轻松了吗 对吧 那么我们还要再落下来 怎么落呢 也不是说马上就落的 落的时候 注意 落的时候 是你把这个意念要放在手背上 原来意念在下面了 是拖住它了 我把意念放上面了 一想想手背 就好像这个意念把它压下来一样 是这样来下来的 这个手 注意 所以说每个动作都要用意来推 一念一想手背 往下落 往下放 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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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下了 放下手背 到了这个手背 手到了腰间的地方 到了腰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往下放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往下放 往下放 往下放的同时 身体也有一个轻轻的一个 身体也是 对 往下放的身体也要往下 轻轻的有一点沉的感觉 我们不是这样子吗 往下放 再往下放 但是你放在腰的地方 就不要再往下沉了 这个手臂放在腰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 这个手 你这个手就好像是浮在水面上一样 这个手 整个的就像浮在水上一样 然后轻轻的往后刺一下 在腰间 整个的手掌浮在腰间 实际上浮在胯间吧 到腰的时候 腰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不要垂了 手掌浮在了水面上 身体可以稍微轻轻的起一点点 都是意念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手臂也不要完全伸直 不要完全伸直它 一定要轻轻的浮在 你体会一下 手浮在水面上 整个手浮在水面上 身体也浮在水面上 这种感觉 这就是启示太极启示